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在中国香港举行的 2013年第26届亚洲杯乒乓球比赛的决赛 那么接下来这场呢 是男子单打的冀军争夺战 是由中华台北的庄志渊 对来自伊朗的选手阿里梅安 庄志渊目前呢 是世界排名第六位 在这次比赛当中呢 他在半决赛是1比4 输给了中国选手许新 可以说没有给许新带来太大的冲击 从整体实力上 庄志渊应该是占据优势的 对阿里梅安 当然了阿里梅安呢 这名运动员刚才在 这个半决赛当中呢 我们是以录像的形式播出的 他和延安的比赛 我们看到延安赢的也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阿里梅安呢 他有一定的技术特点和风格 比如说他的左手持盘 发球的一些变化 手段 旋转质量 都是很优秀 其次呢 他的这个正反手的进攻 特别是他的反手大力的抽杀 这个球还是很有威胁 而阿里梅安呢 是已经第二次杀入了亚洲杯的四强 在去年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是暴冷战胜了老将王立琴 闯入四强 当然他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十三位 那么男子单打进入前八名的有上半区许心金赫锋 来自朝鲜的选手中华台北的庄志渊 中国香港的江天一 中华台北的陈建安 伊朗的阿里梅安 中国香港的唐鹏 还有来自中国的小将延安 中国队男女是各有两位选手参赛 在八强当中许欣和延安各手上下半区 许欣在四分级比赛当中 是4比0完胜于朝鲜的金鹤峰 而庄志渊是4比1战胜了中国香港的江天一 晋级前四名 我们在这场继军争斗段之后 还将为您带来亚洲杯的男女单打的决赛 也希望您届时收看 好我们先来看这场比赛的较量 我们看到阿里梅安 他这个发球很有特点 他整个身体的力量全能够用上 发球并不是用光用手来发球 这个发球好的运动员 他的腰部腿部膝盖 包括他的手腕 还有这个肘部 整个全身一体的力量 在触球内刹那都能够发得上力 所以这样他的旋转就强 当然发球呢 他发球好他需要有天赋 有些运动员他是 他靠实力大来打比赛的运动员 他更多的有时候 他把发球可能会相对忽略一些 就相对发球比较简单 他发球只是简简单单发过去 但是他的下面衔接厉害 这也是一种特点 我们看到我们屏幕下方 已经打出来最新的世界排名 是马龙第一 许欣第二 张继科第三 王浩第四 波尔第五位 现在马林和王立琴呢 是分别在最新世界排名的 第八第九位 第十的是来自日本的水谷笋 那么庄直渊的球呢 是典型的一个亚洲选手 风格打法的一个代表 凶狠 速度快 力量 大 不退台 几乎不退台 庄直渊呢 最好的成绩 他也曾经获得过 国际平年职业职军赛 总决赛的男单的冠军 赶快 来 上来 我们看到男子的比赛 他争抢特别积极 因为在男子比赛当中 如果你在等待 如果你没有积极的去争抢 那你就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 必须要以积极快速凶狠能够进攻 这个就看大家的这种争抢的水平和能力 现在庄职员是7比5领先 好球 张职员 无奈当初退到远台对拉 但是他这个远台的力量他拉的 你看这个力量是能够顶出去的 所以一下就把对方拉穿了 往前的力量用力很大 现在8比6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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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一旦让阿里米安上手之后 他反手落点 拉的你实在是很难去防御 即使防御过去 这个球质量也不高 因为左手本身拉过来的球 它有时候会有直线牵制你 本身就不好防 而阿里米安这个拉球 它质量也很高 现在庄志渊的局点 抢拉 11比9这样庄志渊先胜了第一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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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的比分一直是比较紧张的 因为我们看到伊朗选手阿里梅安 他的球战 球胜的欲望都很强 在场上拼劲十足 技术有一定的特点 那么这次亚洲杯的比赛总奖金是10万美元 男女单打各是5万美元 冠军将获得14000美元的奖金 亚军是7000美元 一般来讲都是切瓣 也就是说第三可能是3500 以此类推 好的 再来 哎呀 机会 很可惜 因为从第一局我们看到双方运动员 虽说之前我们分析 从排名啊 从比赛的各方面的成绩 庄志渊会占一定的优势 但是这场比赛通过前面的 这个两个人的表现 哦 漂亮 里面还在拉 哎呦 侧身这球是 图线没有掉起来 下网了 那从前面我们看到的 一个现象就是 这场比赛 庄志渊只有 全面的强势发挥 如果一旦稍有一些保守 阿里美安是非常有机会 和希望去 取得比赛的最终胜利 谢谢大家 打噶 炒熟 漂亮 双方都是退到了远台 退远台之后完全是拼正手的实力 现在庄志渊在第二局还领先3分 8比5 不过这一局 我觉得阿里米安打得有些急躁 不够冷静 也就是说一个运动员在场上 他的比赛是需要一些勇猛 但是绝不能在场上出现的出手 显得慌乱杂乱无章 没有章法 这样就会产生各个环节的一些失误 骨头 没听到 最后就会要点准备 盐味 很高充的 超级冰尖の骨 首先,现在骨头倒掉 最初的 reference 從级冰尖宝 哎呀 庄志源在对拉当中又拿到了一分 因为双方啊 现在庄志源在发球上面 阿里梅亚这个接发球手段是 比较接的质量比较低的 也就轻轻挑起来 这个挑的没什么威胁 所以一旦庄志源有准备了 这个球再接下来肯定是庄志源上风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接下来继续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来 我喜欢车中看球 山上我来了 翻越最高山峰 去唤醒一切 我们必胜 福特一搏 城市新物种来袭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双方比赛的第三局 一搏 那么双方呢 在第一局的时候 火药味啊 更浓一些 第二局呢 这个伊朗的选手 阿里梅安呢 出现了一些失误 因为这个场上运动员啊 他需要掌控 或者把握一个 场上的一种情绪和状态 也就是说 你过于兴奋也不行 你过于凶猛也不行 也就是说 你要适度适当 你太兴奋了 或者你太凶狠了 太凶猛了 你的一些不该失误的球 在场上就很多 就全面会出现 所以我们说要游泳 有谋 智勇双拳 还要有一个稳定的心理 时刻都要冷静 要学会思考 这个就说 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 伊朗的选手 阿里梅安呢 他的技术是 有一定的实力 但是在场上 还是表现的 也就是说 这个有起伏 像你跟高手过招 那你就要死死的 首先是咬住比分 不能差距太大 像这局的比分呢 就差的比较远 像这样的球 比如发完一个长球 正手快拉一板 这样球 在关键的比分当中 是好球 现在使用 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或者说 没有什么太多办法的 一个办法 目前呢 中国乒乓球队 男女队都在封闭训练 男队员呢 是在四川的成都 女队员呢 在广东的中山 在压着威之后呢 中国乒乓球队 还将会进行 最后封闭训练的冲刺 这样双方的比赛 很快结束了 庄志源是11比3 胜了第三局 大比分 领先于阿里原 后鸟伊甸园 碧波湿地旁 传统龙舟赛事的理想之所 千帆进发 白隔蒸柳 江西婆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2013年4月27日 28日 日历龙舟大赛 决战 颇阳国家湿地公园 百强九夜 顶力支持中华龙舟大赛 厌借了在杂乱冰箱内 伊朗的选手阿里美安 这是第四局 太着急了 还是太着急了 无论是从发球 还是从这个进攻 阿里美安都是显得急躁 这个急躁啊 简单的说 你平时着急没关系 但是在比赛场上 最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头脑 头脑一发热 整个比赛就完全没法打 所以这运动员 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大计 所以这些是一个冷静的头脑 摆着 多幅度脑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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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机会球 但这个机会球 如果你不着急的时候 你判断出来 你就会很果断的 很主动的一板 发力抢拉 如果你着急 人一脑子一热 你就往前一冲 然后你的步法 包括你的手法 都不是很到位 你步法一个是不准确 上位上的不好 第二个你手法到位 上了之后 你不知道停顿一下 所以刚才这个球 是动作有些往前推 阿里梅安是拉球出界 现在场上的整个情况 就对庄志渊非常有利 所以双方从实力上 成绩上来分析 那庄志渊占点优势 但是这比赛 就是前两局很重要 你前两局要能掐得住 阿里梅安要能够 让庄志渊紧张 能够缩短这个差距 看一旦说前两局没抓住 然后自己自己自身又乱了套 乱了方寸 那这个球呢 他就打出了一个一边倒的一个形式 我们知道这个亚洲杯的比赛啊 第一届是1983年 在江苏无锡举行 当时咱们蔡正华局长是拿到了 第一届亚洲杯的单打冠军 第二名当时是中国的江家良 第三名是谢赛克 那么女子第一名是亚洲杯 83年的时候是曹燕华 之后是同龄 第二名是同龄 第三名是焦志敏 84年的这个亚洲杯呢 是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 女单的冠军是同龄 男单是惠君 惠君也是无锡人 现在是中国香港队的教练 拿到了男女单打冠军 观众朋友们 在这场比赛之后呢 我们还会将继续为您带来重头戏 也就是亚洲杯男女单打的决赛 是先直播女子单打决赛 是由刘诗文对舞阳 男子单打的决赛呢 是由中国的许新对延安 Deebers Deebers 跨上跨去 三 三 特地 跨上跨 这样庄志渊11比7 4比0 完胜了阿里米安 获得了亚洲杯2013年 第26届亚洲杯的男单的第三名 我们也祝贺庄志渊 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季军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男女单打的决赛